我心目中理想的家呢 一定是要自己住的舒服 别人怎么看不重要 关键还是要自己住在舒服自在 理想的房子其实并不取决于面积多大 或者是房子有多么的贵 但一定要让住在里面的人觉得 自我能够得到安放 觉得有安全感 每一个家都充分体现了 这个屋主的个性和审美 而且能够看得出来 他们对生活的热情 他们都是完全根据屋主的 个性和需求来设计的 比如我们拍了一起 武汉女孩Doris的家 她把65平方的房子 改成了一个私人图书馆 因为她自己非常喜欢看书 然后重庆女孩Cora呢 其实住的是一个四房两厅的大平层 她又任性地把这个大平层 打成了一个一房一厅 你要非要说这些美丽的家 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她们的共同特点就是 完全能够体现女主人对个性的表达 以前的中国女孩 其实是没有独立空间这个概念的 像我们的妈妈呀 就上一辈的女性 结婚前就住在娘家 婚后呢就住在夫家 很少会有一个说 我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但现在的中国女孩 越来越明确 我就是要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空间 不一定说我要自己买一个房子 她可能是一个房子里面 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角落 或者只是精神上 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空间 也因为这样 越来越多的女孩 愿意把时间跟精力 花在装修房子上面 因为家已经跟穿衣打扮一样 变成了一种自我的表达 我拍过的很多家 很美 但是都不是用钱堆出来的 比如说他们家里呢 会有很多东西 是跟着自己很多年 还有一些东西呢 是在二手市场淘的 甚至有一些是自己做了翻新 然后又再利用了 每一次看到这样的家 然后又收拾得很舒服很美 我就会更加的感动 我觉得自己花心思 去打造的能量厂 是更有能量的 所以说住的好不好 跟钱没有绝对的关系 关键还是在于 屋主的审美跟用心 可能我是一个比较练旧的人吧 一个物品 你经过很多选择 然后你把它选到自己的身边 我就会希望他们 可以陪伴我久一点 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 那些有时间痕迹的东西 有时候我在二手市场 看到一些旧的家具 看得出来明显有使用痕迹的 但是也能看得出 是被上一人主人 好好的用心地呵护过的 看了以后就很感动 我家里的有一些木头的柜子 就是因为这样 从世界各地被我带回来的 人生路漫漫 总有一些旧的东西 让我们对过去念念不忘 当然也要有一些新的东西 让我们对接下来的日子 充满期待 我又经常在各地出差 然后又很喜欢到处去逛 很容易对物品产生感情 那如果让我撒开了来买 我很怕我家里 很快就会变成一个仓库 所以我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原则 就是买一件是一件 每一个我带回家里的东西 一定要精飘细选才可以买下来 然后另外就是 当我要买一件新的 我一定要断水离一件旧的 这样就可以保持我家里的东西 都是在恒定的数量里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就会去想 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 真的是我适合的喜欢的需要的 因为我在买它的时候 我必须把一件我原来很喜欢的东西 断舍离出去 在买的时候你会多问自己几句 这样就不会乱买了 因为我不希望造成没有意义的浪费 也希望我目光所及 全部都是我自己需要的 适合的喜欢的东西 所以每样东西都是精挑细选才带回来了 那这样一来呢 我就不会随意的断舍离 我觉得断舍离有时候也是一个跟自己对话的过程 物品其实有时候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 需要什么 喜欢什么